月卡甘地真历史六边形战士 来兄弟们 今天我们看一个月卡甘地 真正的历史赛季六边形战士 兄弟们 感谢这位兄弟的投稿 也欢迎更多的六边形战士 向奉效投稿 老规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月卡玩家 到底有哪些武将 跟林克武将有多大的区别 首先来看魏国 可以看到魏国的武将 其实和林克玩家也差不太多 除了一只满红的成语之外 其他的也都是白板或者点红武将 再来看蜀国 蜀国也是标准的两队 麒麟公加上妇女枪 再来看吴国 吴国也大都处于一个白板的状态 只是武将非常的齐全 没有鲁素稍显遗憾 群国方面也和其他三国一样 比白板的武将居多 红度高的仅有吕布和蔡文基两人 从历史真诚可以看到 这个号现在是第十二个赛季 各位林克或者月卡的 甚至是威克的玩家 也可以比照这个号 来看一看自己的号 武将水准到底如何 再来看战法方面 月卡的战法自然不会很差 奉孝也查看过了 基本上主流的核心的战法 这一位月卡玩家全部都有 再来看武器方面 由于这位兄弟是历史六边形战士 所以每个赛季 他的打野都非常的多 打野之后呢 他也将这些材料铸造成为武器 光橙色武器就让奉孝翻得手累 兄弟们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评论区 很多兄弟说他是假的 奉孝特地查看了他的主攻列转 可以看到他每个赛季的战功 基本上都接近300万 仅有个别赛季的战功 不足200万 原因是因为这几个赛季的对手较弱 过早地进入了垃圾时间 最后来看一下他组的队伍 由于这一赛季 刚开赛季不到20天 所以他的很多队伍还没有成型 基本上是一对麒麟 一对群弓 一对三式甲 除此之外 好主还贴心的贴出了自己前几个赛季 进场组的队伍 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 最后呢 奉孝特别关心 他作为一个月卡号来说 打一个六边形 容易与否 他给我的答案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作为一个六边形战士 就要兼顾六围的六个方面 在战斗紧张时 很多时候很难去衡量战功 以及讨伐 还有打野的时间 并且这位兄弟 还是航母区的一员 经常遇见航母和航母对撞的情况 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仍然保持住了历史六边形战士的荣耀 真可谓月卡甘地 好的 本期的六边形欣赏就到这里 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